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寻找幸福与快乐 大悲观世音菩萨具备一切功德 这是他毕经无量术识 视线理解与慈悲所累积的功德 他能用爱与慈悲看待一切众生 而在法华经里有一句最美的话 观世音菩萨此眼是众生 你也拥有爱与慈悲的双眼 佛眼早就已经流传给你了 问题是你要不要选择利用佛眼来审观你 若深入地观察 仔细地倾听 你会理解他人的痛苦 进而能接受他们 那么你的爱与慈悲自然会充分地流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最美的修行 也是达到转化与疗愈最有力的方法 幸福快乐 只由慈悲组成 若心中没有慈悲 就不可能会幸福快乐 若你开始培养对他人的慈悲心 你就正在为自己 与全世界创造幸福 有时候你必须扮演主角当领导者 有时候则扮演 有时候则扮演不起眼的随从 但在每个角色中 你都获得了同样的快乐 与全世界创造成 与此外的维护 与此外的心情 在法华经中 观世音菩萨善尽学生的角色 若深入观察他的个性 行动与智慧 我们就知道他的慈悲与理解 无人能及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最后又提到一位在家的慈地菩萨 意思是 护持保护大地 法华经中 虽然只是稍微带到这位菩萨 我们在此却特地提出来强调 因为这时代迫切地需要这样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地菩萨 慈地菩萨 维护空气 水 土壤 借此努力为众生保护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生态系统的人都是这位菩萨的伙伴 我们必须成为他的左右手 为后代保护 保育地球 目前地球上的土地 空气 河水 持续遭到破坏 也因此我们的环境迫切需要实地菩萨 每个人都必须察觉自己的内在 有这样一位菩萨的存在 如此才能成为持地菩萨的左右手 快速行动 保护地球 地 地球 地狱 地狱 地藏菩萨 我心中曾经浮现出这样的一个景象 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 有几只鸡为了一点点的食物而相互争斗 在自以搏斗的背后 浑然不知再过几小时 他们就要一起遭到屠宰 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 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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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都只关切自己国家的繁荣与经济发展 以至于没有了解到目前全球局势的严重性 卡丝卢 若对地球现在所处的情况有所警觉 那么国际上的诸多争端都将会停止 而我们也将转向投入更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治愈所有人共同的家乡地球 地狱就存在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中 若想成为地藏菩萨的左右兽 必须有能力辨认普遍存在于自己内在 与周遭的地狱之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身边身处地狱 而需要帮助与地藏菩萨行动的众生 我们身边时时都有许多恶鬼在徘徊 每次举办法会供养这些恶鬼饮食时 我们都会召唤地藏菩萨 请菩萨将恶鬼带来 然后供养他们食物与饮水 同时让他们有机会听法 以转变自己的苦难 而能往生佛陀的净土 我们也时时让地藏菩萨 一起自己的伟大誓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藏菩萨的地藏 抑制大地的子宫或宝藏 我们的大地非常坚固 而且祖藏许多种宝物 所以这位菩萨的名字 已经描述了他的特质 坚固 耐疚 而且复长种种美德 地藏菩萨的地藏 地藏菩萨所代表的行动领域 是现今极为需要的 他曾比世 只要地狱不空 就永不休息 也就是不会进入灭盘 享受成佛的境界 不会停止引导一切众生 成佛的工作 地藏菩萨 是寺院走入宇宙最黑暗处的人 目的是要解救处境最险恶 遭受最大苦难的众生 他发誓走入没有自由 没有民主 没有慈悲 或没有人性尊严的地方 这些地方到处是压迫 不公益 社会不均与战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狱是地藏菩萨想进入的境地 因为那里最需要他的帮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 唤醒无垠的昂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 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禁度上 养育着许多的无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旅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其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坏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三周 熬熬带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之门大口吃的满嘴都是 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奈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婉延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身员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 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 以佛法来助人 所以宣说佛法 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 好好的实践佛法 因此海盗法师为帮助众生 请我来讲述佛法 我就以成绩的心来宣讲 我所宣说的佛法 以意识修 意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 注意较大 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 如何实践佛法 就如一个很好的庆明般 极致出力心和菩提心 我们平时一定要上将实用 实用它就如同帮助众生 特别要帮助弱势的众生 我们不要自一伤害又失之 社会中有很多人 为了让众生得到快乐 而放生等等 花了不少的财富 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做放生 这都是修持大悲心的标准 却利益了不同种类的其受 免于遭受伤害 放弃杀害任何众生 且助他 这就是修大悲心 菩提心 最主要的关键 虽然社会中有许多贫慧的人 也有许多可怜的畜生 他们想要的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若不自信思维 若不自信思维就无法得知 我们想要的都是一样 却因此忽略了他们的权益 我们自己总有一天 也会变成其受而离受痛苦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去帮助 可怜的众生 这就是修大悲心与菩提心 海盗法师在印度、台湾等 在很多地方放生及养候他们 虽然每个人多数喜欢财富 但海盗法师为了度化众生 完全拾起了财富和金钱 这是真正的表里如意的修行 不管讲解了多少的大悲心 和菩提心 真正的实修 却是如此 将这些放在心里 并且做到 这就是人间的巧处 像这样的人就能得到救济的安乐 海盗法师心灵讲座 海盗法师心灵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芹 节目标? 也许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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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